OK 來 宰哥 最後一份要是他 亮澤 因為他 這幾年因為結婚生小孩了 所以他的飯局就 變少 變少了 對 就是要照顧妻小嘛 對 所以只要他一出來 跟我們吃飯喝酒 當然我們都一起跟大雅一起的 他就會很放得開 他酒就開始喝 就是有酒膽喝得很快 但是因為他有在健身 他有在參加三題 所以他要保持著很好的體態 所以他都吃很少 都喝很多 但是只要他一喝醉 而且不只他 我後來發現好多 黃玉蓉也是 就183那個黃玉蓉 他們只要一喝醉了 都會這樣 吃東西就開始掃盤 胃口很好 胃口太好 就一開始不吃 開始那個盤子直接拿來掃 黃玉蓉是直接就用手夾了 那他們老婆在旁邊 就會一直自止 但自止不了 因為喝ㄎㄧㄥ了 對 所以跟他們吃飯喝酒 其實會很開心 因為 開心 盡興 吃啊 吃啊 他們都很盡興 不會在那邊ㄍㄧㄥ啊 對 而且不會剩 因為他們兩個是掃盤是很離譜 是盤子這麼大 然後他直接拿下來直接這樣 哎呦 這樣吃的那種 誇張的 可是有的時候飯 你就需要這樣子的朋友 對 一定要這樣的朋友 對 這樣子好像 像有些女生朋友就是 減肥 一點點 你跟他吃飯就覺得不開心 因為他就是哎呀 這個我不吃 哎呀 這個飯太多 你就會覺得不盡興 不是要不要人家殺鳥味 是沒有這樣講嗎 小鐘也是啊 小鐘 酒喝多了以後 也開始會掃盤 也掃 然後會得了那種 連隔壁桌的都拿出來掃 你不要吃 就好像變成會很強烈的飢餓 真的 因為酒真的喝開的時候 那個胃會跟得開 對 會想吃東西 而且沒有節制 對 對 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想說算了 有點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你那些朋友喝醉 會不會就整個大開放這樣子 會不會就跟平常一幕形象不一樣 其實吃飯喝酒 大家應該會有很多很多 不可以講的秘密 所以一定要做包廂裡面 對 其實太多了 尤其跟一些演藝圈的大 譬如說我跟美鳳姐啊 他們吃飯 對 那個太多故事可以講 那誰又不能講 我跟你講 美鳳姐的酒量是史上最好的 真的 而且你只要跟他對到眼 他說 對 不能對眼 對 不能對眼 而且都是喝透明的 不能說你不說的 睡到眼 來 欣梅姐也不好講 四個 我遇過四個 欣梅姐都美鳳姐 還有 姿姐 對 姿姐也很厲害 還有莎莉姐 對 她喝酒是太后級的 太后級的 對 可能比鳳姐他們還更 他們三個人加在一起 都是乾杯 她就叫你喝完 她自己也喝完的 對 有一咖 你們看外表不像會喝 但是我認為是演藝圈第一名 誰 謝祖武 吳哥 吳哥 沒有 這兩年 因為他身體不動 對 他以前他都喝威士忌 我上個月連續跟他喝兩天 他都喝威士忌 兩天都醉 他以前很OK 這幾年 現在不行了 沒有 最近 這幾年 這 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較忙 你不早一點跟我講 因為我一直想要報仇 但是不敢 因為五年前被他狂電過一次 到現在又中情 但他酒量真的很狂 他酒量真的是 可是五哥跟他喝酒 你不曉得他是真的醉 還是假的醉 對 看不出來 所以可能是假醉 對 來 宰哥 我要講的就是 我要講的就是 熱情的阿婆 阿婆 其實這講到我們剛剛講 跟沛姐講 我們就是其實吃飯 藝人吃飯 其實最好有包廂原因就是 對 對 因為大家都遇過 就是你去吃飯 一定會有人想要跟你拍照 嗯 那因為我是大家 我是來者不拒的人 那 所以誰在拍你都OK 對 但是我不喜歡我吃飯 一直在拍照 尤其去參加洗酒什麼 那吃飯也是 就是我們去餐廳吃飯 就很多人看你 一開始沒有人敢去拍 嗯 但一開始有人拍 後面就開始 大家就跟你去拍 會會 對 所以為什麼要選包廂 或者他們一直在旁邊 好像在監視你一樣 對 然後你在那邊吃筷子 你想說這麼多人在看優雅一點 對 聽到緣耳語 也不能喝酒啊 對 比較專注 所以後來我去 我習慣如果沒有包廂 我去餐廳吃飯 我都盡量背對 背對 門口 當然 對 而且因為我 尤其在拍戲八點檔的時候 一些阿婆 就是阿姨 媽媽 很熱情 非常熱情 他們就跟著劇情 譬如我演壞人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們拍人 對 他們就這樣跟我講 拍照 你也好人 他就愛你 對 他們是手牽著你 最後還會親你 對啊 他就愛你啊 對 他們就是把自己 把我當兒兒子這樣子 就太熱情 所以吃飯 也不是尷尬 但是你看到他們那麼熱情 你會 你當然會很欣慰 只是覺得 整晚 你想吃飯喝酒 你們要安靜吃飯 而且阿婆在親人 那個是你措手不及的 她說 你也被親嗎 我很喜歡你也會 你 微連損 她也知道 微連損 來 刀哥 運哥 你的最佳飯友是 真協志 為什麼協志 因為這幾年我大部分時間在做幕後 那飯局一定很多 而且每個飯局都是有目的性的 基本上說真的就是我會請客啊 就每天在請客 那都是有 布局 對 要不然就是要 邀請藝人來演出你的電影也好 或者是說你要做演唱會要找贊助商 那真的就是比較應酬了 對 就是有目的性 那要喝啊 所以 所以 基本上我很難輕鬆的吃飯 就是 都是要照顧大家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點好菜啊這樣 只有跟孫協志吃飯 我是最輕鬆的 沒有目的 不是沒有目的 他 他反客為主 他對這些菜啊 是非常的懂 他是懂吃的 他不是覺得好吃 他是吃貨 然後他有一次帶我們去吃那個 一個賣魚飯叫什麼 劍池屋 他可以把每一道菜 都講他怎麼料理的 多厲害 孫協志 然後重點是 他在講這些菜的時候 他還可以講一些人生的小故事給我們聽 所以是我吃飯最輕鬆的時候 他也是道理博啦 他們適合跟美仁姐一起吃飯 很適合對不對 就是他們感觸都很多 對 他們的了解 他們都對一個東西都會了解得很透徹 對 這樣子你話就不用那麼多 對 所以我最喜歡跟他吃飯 因為我就不用照顧別人 然後我還可以聽這個菜怎麼做 我可以好好的吃飯 我只要點頭微笑 但是道理聽多了 有時候也會膩 你說協志 沒有 你就點頭吧 有的時候你就點頭就好 這樣子比較輕鬆 就有人講你就不用講 他有一次他在跟我 他鼓勵我說 你知道嗎 怎麼維持夫妻的感情 家庭和諧 你說協志啊 對 我說 你教我 他會教你這一些嗎 如何維持家庭和諧 夫妻感情 這一節是不會 所以是有一次吃飯 有一次在餐廳 我們在吃飯 然後有一個菜 就沒有弄得那麼美觀 你知道嗎 他就突然看那個東西說 樹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牌子 對 我說 信徒多必有勞之來之 對 反正就是他很多他的道理 他有感觸的一個人 對 刀哥來了 自以為吃貨 臉丟光 就是前一陣子啊 就是也是一堆這個 有頭有臉的人的聚會 然後就有一攤 就是大家就知道 有一家餐廳的生牛肉 非常出名 所以我們大家就 那一天聚會就到了那一邊 結果那個生牛肉一上的時候 大家真的一看就是覺得 這個好吃 大家搶著吃 每個人 一人夾一片 然後吃完以後這樣 很好吃 這真的厲害 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生牛肉 大家正在品頭論足有沒有 講了一滑以後 服務生又過來了 這是你們的生牛肉 就是我們這一家店的招牌 然後我們大家就看 看那邊的那 剛剛那個是什麼 結果那個服務生一轉頭 他的臉就很可憐 很猙獰就歪了 他說 所以你們把火鍋肉當什麼肉 對 我們把火鍋肉吃了 會拉肚子耶 對 沒有 所以我們現場超尷尬 因為你回想 因為你怎麼都是吃貨 怎麼會不知道那個事 他們應該都去過 他怎麼會不知道 尷尬 沒有 重點是你回想 每個人剛剛那個嘴臉 哇 這個好厲害 講得好有道理 但這個是 還好可能是牛肉不是豬肉 豬肉你就完蛋 對 所以那次是很尷尬的一個場面 我每次在喝酒界 也都常常看到這種 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那個紅酒上來 因為上面寫義大利文 說真的 看不懂 沒有 人家說了算 義大利 然後還講一個什麼 PALABITO 什麼酒莊 一瓶什麼三萬八 你在講PALABITO嗎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義大利文 大概都那樣 大家就乾杯 然後喝 這個入口 還有一種草莓的香氣 淡香的果香 還有一種回甘的感覺 到肚子裡面 感覺全身的細胞都活躍過來 這樣子 對 後來 其實我有一個人說 這個拿來研究一下 一看 這是義大利嗎 因為看它的那個平底 對 你一大世界 對 就是他講的 老外不一樣 老外是真的認真地在品 一開始 老外好像喝一口還會吐出來 我們都捨不得 吐 我們就要喝一點 好喝 好喝 再來一杯 第二杯都喝 而且老外跟我們為這間 倒滿 拿起來乾杯 他們那麼刺激 人家是慢慢在品的 我們去吃日本料理 那個Sake 有的時候我們也是喝開醬 開始乾杯 師傅都會很緊張 人家Sake是拿來慢慢品嘗 我們就要在 拿來乾杯 對 11點熱炒店上菜肉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